解说其作品的点线面应用和风格特色 这些都是原生画会20多位成员的油画冲作 来自各行各业的他们 有的是老板 有的是服装设计师和退休公交人员 背景故事不同 所画出的作品也就跟着多元丰富 我觉得学了这十几年的画画 跟我的品牌包包的设计有很大的帮助 色彩的运用 还有造型上的 就相互之间交叉的一种影响 很多人在看东西 也许我视觉看到的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可是当你在画面上表现的时候 你怎样去抓你自己想要的 那这些东西不一定是有形 也许有些很多是无形的 由于大家都是非科班出身 从零开始学习 因此指导老师以开放自由的方式 来教导他们走入油画世界 成立十年来会员彼此莫索学习 从中发挥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参加无数比赛都是屡屡获奖 从他们开始接触以后慢慢进入 那这里面我并没有规定说 一定是具象或是抽象的东西 只要你按照你自己心里所想的 把你自己想要表现的东西 表现出来的话 这是我指导学生的一个原则 他们有二十个会员 对这个画画艺术呢 非常有兴趣所组合而成 这次在葫芦敦文化中心 共展出也二十五届 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的优 也非常的有创意 这次二十位会员们 来到葫芦敦文化中心 办起油画连展 时间到十二月八号 希望鼓励民众即使没基础 只要有兴趣不断练习 也能像他们一样 开创属于自己的艺术人生 记者李蒋中才到